送他一盆小草 哪一天開始變成這個森林 黃珊珊子弟兵 陳佑誠服務處喬籤 民眾黨大咖出席 柯文哲送上小草案 是在地要長久經營 但議員提名N加一計畫 才剛讓基層一肚子氣 現階段還是先 發現人才 培養人才 目前我們全團加起來 總共15位議員 很少 但是這樣 這是我們的小草精神 而不應該是讓N加一 成為兩人三角的遊戲 是不是會回頭半導自己 這都是過去民眾黨 在提名策略上面 我們曾經有犯過的失誤 TN加一想練兵 為續戰2028努力 率先衝擊的是現任議員 空會前功盡棄 連黃珊珊長期經營的港湖區 也未必能拿下兩席 怎麼培養戰力 成民眾黨眼前難題 這個地方 當然我們要增加更多十次 一個鎮長要成長 一定要慢慢的經營 讓它不夠 選後檢討陸戰 再調整空戰 社群操作 未來規劃再開新節目 聊國政 而重商選情的 違規使用新竹農地 最新進度 將從停車場 回歸農用 變八樂園 第一步要先恢復農地 要先達到標準 至於後續 我有跟我爸爸媽媽講 我說大概我也不可能 回去當我信徒當醫生 已經展延兩次 到3月18號就要截止了 集資購買這一塊農地 本來就是在坐等 都市計畫開發後的利益 事實上農地要作為診所 根本就是一個假議題 選前還要把持分賣掉 選後先改種 拔了應急 有什麼爭議 柯文哲交給爸媽決定 三十五 黃成城 王成怡 溫文軒 徐直徐